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飞一下 为你带来的小黄酒吧西 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EP的拳王亲王 vs2P的游小吻 来看守防新彩对决 那这场比赛的规则呢 比较奇特啊 两边是炙头子 或者说摇骰子 那具体的详细规则呢 大家可以看警戒啊 那第一局两边都很明显的 随机到了全男性角色 看一下板西梁这边 手里两颗气 哦呦 奇加射开始进攻了 好 罗威迪 哦呦 连续两个罗威迪真感触啊 但是在拳王亲王面前玩奇加射 感觉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哦 这拳砍刀手没有确认 好 家伙 这两边各种拳脚风味啊 各种力回 打出了原版的感觉啊 直接收掉 尔皮的生龙凹空 来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小吻这边 二八出场的克里斯 两边都把这个暴走发成手底啊 也是非常的合理 还漂亮 这手生龙砍刀手 空中MAX龙虎乱舞 直接怼过去 再取消 看一下这波伤害如何 这手连续两个跳CB 斩裂全跟上 这下霸王亲王后拳 你在干什么 拳王 哇 这下连刀有点迷啊 那这样的话 给一套 一丝血 哦呦 看到说 落地想拆普通头 地头 呦 这手地头被拆了 你感谢 好吧 可能是全王亲王选择二则 来看一批的小草 你像这个全男性角色啊 全王亲王就很舒服了 嗯 毕竟是98C的最强小草嘛 前前延迟点下盘 但是没有点到 好地头 反边前大招奈洛 高跳CB 6B2P瞬移 直接出版 这克里斯也是比较灵活 草这边果断一颗CT 先断掉2P的节奏 连跳进攻 跑不了 好的这种拉后 预判到2P的瞬移 但是这个下轻角 连断失误了 嗯 没关系 漂亮 来看下一回合 这小草还是比较的华丽 来看一下小吻这边的暴走八神 这暴走八神嘛 不谈 并不是小吻的最强阻力 小吻是用利安娜的 看一下他的暴走八神用的如何 下轻角对色一批 前大一跳重腿的落点 next发指你怼过去 生龙爪痴 波动前大跳CB 哎哟 好家伙 小吻这招这么熟人吗 没想到啊 这暴走八神都玩得这么溜 好的故意断连 但是这边好像是连断失误 不是故意断连 反而被全王金王这边 凹了一个无视怼过去 哎 好的 高跳CB落地片下盘 2P只能交出强反 那看起来这个熟练度 还是不高啊 卸封对色1P的高点奈落 好的 带走 那看一下双方 暴走八神内战啊 不出意外的话 全王金王应该是能拿得下 但毕竟是暴走角色嘛 胜负尤为可分 好 接着一个波 连跳进攻前 小影跳解风 漂亮小吻 这个速度够快啊 小百吗 选择小跳CB 全王金王这边 虽然说被打一套 但是血量还是优势 哎 好血风漂亮 1P只能强反了 看一下起身怎么则 有百合折 哎 好的赛 来一波百合折 漂亮 这手大神龙的持续巩固 加针判定 也是卡断了2P的强反 没办法 哎 果然 对吧 如果只论对豹子发神的了解 还有熟练度 那肯定是全王金王 更胜一筹啊 其实刚开局 对吧 这小吻能先打出来 全王金王的强反呢 我已经非常压抑了 来看手发 豹子对不知火 我有钱凑 掩饰地头啊 你敢信 小吻这局运气不错 看来是 两主一问 全王金王这边运气 就不是特别好了 应该是三问 这个生龙被骗 安全跳 那没了 推反 你看啊 这不知火的推反能力极强 Max花蓝怼过去 站C 直接生龙 可还可以花式回收资源 来看一下一回合 全王金王这边 耳发出场的草地柴收 还是比较期待的 对吧 比起来像什么大口啊 什么草屁猎啊 这些顶级高手 只要会玩小草的 柴收都用的不赖 对吧 那就看一下 全王金王这边的发挥如何了 这时候罗威比 走开2P的正逆则 手里马上两颗气 要不要选择暴戏呢 没了啊 给一颗气 给个尊重 反正小吻这边也不缺资源 到C抢空 实际来波空头跟上 漂亮 那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发挥了 来看全王金王这边的 雅典娜登场 阿迪娜 直接暴戏 2P也暴戏 开始了 哎哟 哇 这手小跳过顶来波 逆向凤凰剑 有点帅 哟 这手拉扣刹车变身龙 那一批只能抢反了 但是没有反连段 选择心灵传送 你是想利用自己的 暴戏槽好的空中 跳基地跟上 但是暴戏槽消失了 事实上 亚迪娜也不是那么的 依赖暴戏槽打伤态 再给一颗气 有 坏了 这手高跳反而被空头 哦呦 好家伙 小吻这边连段失误 想闭头 结果变成一个近身战地 这不坏了吗 这边全王金王 也是反应速度特别快 第一时间超杀水晶波 来看小吻这边的琢磨 这手一批暴戏 还有说法 下地前猪板 但是 地龙鼓弹物 直接对空啊 非常的自信 水波大爷 好的 超杀还想对 那这边 逆枪要被削反了 蒸龙洗手 连续的反驳 Max超杀水晶波 好的 这波一套收掉 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人前圣龙再击飞 又被取消凤凰线 哎哟 这边选择刘姿远吗 还是说这个连招不熟 乔凡也被打断 坏了 感觉全王金王 特别不擅长女性角色啊 除了扑扑火舞 一颗CP交出来 下地搏动 好的 原地雪之高调走开 EP的指引头带走 潇洒 啊 比分一比一吃平 来看守方 赛点争夺战 拘木一带啊 嗯 来吧 首发比例内战 那这场比赛应该是 三难吗 还是三万 不是很清楚啊 走起 哟 下心叫骚扰 两边比例都开始 要找时空拳了 这场下的下六位击肥 跳GD跟上钻天猴 跳GD再跟 哎哟 这小吻这边 英雄池也是很深啊 这连招式非常的华丽啊 非常的熟练 不然的话 你不了解这个招式的话 你很容易打着打着 你还要去思考下面怎么连 这手后跳GD 直接带走 有点帅啊 来看全王金王这边 日发出场的老路 再还会卢卡尔登场 这下日皮直接爆气 非常自信 哟 这手凯萨波直接红 哎哟 这手生龙确认不弹啊 有点帅 这手6A解空 但是哟 跳起力跟上 后续撞更没连上 容量闪身地头 哟 还是比较稳 好 这边罗伊B逮到一个C头 还是关在厕所 哦哟 跳C抢空 连跳进攻 生龙相杀 哇这比例对空也是非常的稳健啊 哟 下地破防以后直接回针头 非常的细节 随手 带走 嗯 这老卢也是 很懂 对吧 这个比例最怕的就是近身 来看一下小文这边的Yamazaki 看全王金王要不要考虑一下变身 这手前大跳被RPP三位结构 没脾气啊 这龙儿的这个角色非常的舒服 是吧 他虽然说跟大门跟老龙一样高大 但是他下心脚的时候 整个身体是俯下去的 身位非常低啊 所以说你的跳攻击呢 打点稍微高一点都要被反制 你不像大门 是吧 大门他即使蹲姿 即使是下心脚呢 身位也是比较高的 哎 很难做到你像龙儿这种下心脚对空 全王金王的Torri登场 另外手底的角色一般都是自己最擅长的 毕竟多了一个强反 此刻起在手 呦 连跳进攻过波 跳A破掉一批生龙 这手指定头缺乏一批的碎石踢 感觉这手特瑞很难找到节奏去打高伤啊 Z头掉倒 起身指定头再跟 好的 两段是跑头 哎呦 这连段打得这么帅 做什么啊 这小本可以啊 跳CD抢空 连跳追击 那一批只能抢反了 倒立五颗气 好 地头 这手又是回身头 没毛病啊 就下心脚呢 控制对手蹲防的状态 对吧 你起身 要一定的时间 要起身 对吧 然后你还得反应 所以说基本是无血的 顶多是拆掉 不可能缺反 这边比分1比2 来看下一局 这边小稳一个 Yamazaki啊 不谈 那这一局 全王全王很明显是 随机到了三女阵容 来吧 可怕威斯对特瑞 小稳这边选择EX模式 不谈 有 哇 这下AB侧身材好精简啊 都躲开了 你感谢 前前地 确反EB的后AB 这下高贵喷泉 怼过去 再来高贵喷泉 好势成双 三杨开派 四季平安 狐狸门 六六大顺 呦 在这边前前VP 下心脚摸一下 哇 这小稳还有EX模式的功底啊 没想到 没想到 把这些顶级高手 都是多面手啊 都是身怀绝技的 空中取消双杀怼过去 能不能反杀 好 乌鱼连到腿 但是没有确认 超杀没关系 后AB对色RP的前大影跳动的一个C头 化解攻势 后AB躲开RP的火焰 充全 有说法 好的 呦 这下没有反杀 两边都剩一丝血 小稳这边就是后后 清脚 后后清脚 前下清脚 哦呦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就是拳王金王已经赢了啊 哦呦 Hydro Game 有点赚啊 有点赚 有点赚 人王这边是硬生生的 扳回了第一回合的烈士啊 看一下小稳这边的小猴子 呦 千千C确认 但是连招没有开起来 好的 好刷来一波 Max 马力台风 早起 Spider 马力秀起来了啊 呦 这手前小影跳 应该是怎么是个大跳 刚才如果是小影跳的话 还能再接一个马力台风啊 投进版 但是拳王金王这边跳过头了 呦 这手空中取消生龙 但是RP缺反失误 那没了 本来是一条带走的啊 但是RP急了 爆帅 啊 也可以 来吧 小稳这边最后一个板仙良啊 我只能讲小稳也是比较敢于冒险 敢于挑战的选手啊 一看就知道 对吧 随机到了三男阵容 但小稳呢 对吧 她的主地是三女 所以说就干脆 箭走偏锋走到底 没有毛病啊 直接掏出了EX模式 向性特别高的三个角色 这手低头起手 伤害肯定不高 毕竟手里没有资源好的 一批使劲头抓狂 带走 嗯 小波接大波 这波怎么说 来看拳王 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不知火 这是小稳非常熟悉的角色啊 肯定是有应最之策的 这手生龙卡神 灯是生龙 随时弹道 哎呦 前前行脚 但是这个连招使用 距离也是比较远啊 刚才算是缺反吧 一颗CD果断交 前前点下盘 漂亮 一批只能强反 嗯 也是保一下自己的血量 必须自己手里资源特别多 对吧 大不了可以通过CD 去找节奏 生龙对空好 家伙 小稳这个生龙 怎么这么准 有说法 再生啊 尊都假毒 我想问一下 好带走 一批席了啊 在那跟住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小稳这个板机狼 有够猛啊 这生龙